人类花了30年 研制出了15只超级蜘蛛 这种红蓝相间的蜘蛛 也代表着它们拥有着超强的毒性 学生们找遍整个孵化箱 却只找到了14只 万万没想到 而最后一只 就在它们的脑袋上方 就在这时 皮特举着相机 对着心仪的女人咔咔乱拍 殊不知此时的超级蜘蛛 已然盯上了它的猎物 只见它顺着蛛丝 悄悄爬上男人的手指 然后扑吃一口 那瞬间的剧痛 让皮特本能地甩掉蜘蛛 看着地上逃跑的超级蜘蛛 它不知这小小的一个伤口 即将为它平淡的人生 画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皮特回到家后 它感到浑身乏力 一阵天旋地转令它晕倒在地 它浑身发冷 异常难受 皮特用尽身体 最后一丝力气裹上毛毯 它受伤的手背 已然肿胀发紫 然而皮特不知道的是 此时超级蜘蛛的基因 正在体内疯狂修复它本人的基因 皮特第二天一觉醒来 怪事发生了 它习惯性地戴上了近视眼镜 但眼前却是一片模糊 而摘下眼镜却异常清晰 更奇怪的是 昨天还看着骨瘦如柴的皮特 现在却有着流畅的肌肉线条 它感觉棒极了 下楼的时候 更是一蹦三米高 身体轻盈的简直不可置信 就连追赶校车的速度 都可以轻松碾压伯尔特 直到它的左手意外沾掉校车的广告纸 皮特才意外地停了下来 它似乎觉察到自己身体的异常 就在中午吃饭的时候 女神大美从身边走过 那脚底一滑 食物瞬间被丢向天空 而下一秒 这样的速度 更是让大美当场对她赞美不已 身体突然的变化 令她无所适从 看着手上甩都甩不掉的叉子 皮特尝试着用手去抓 但拿开叉子的瞬间 他发现叉子上 居然粘着十分有弹性的蜘蛛丝 他轻轻一用力 蛛丝立刻粘住对面摊盘 皮特轻轻一飞水 摊盘当即达到背后笑半身上 皮特眼看大事不妙 他赶紧逃离食堂 而那手上拖着的餐盘 此时早已出卖了他 笑霸当即追上皮特 想要抱着他一顿 没想到他的蜘蛛感应 瞬间启动 身边的一切的物体 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那薄薄的纸飞机 还有天上飞的苍蝇 甚至就连带着口水的小纸团 还有一个沙包大的拳头 笑霸发誓要当着 全校同学的面 把对面的皮特打成猪头 然而一拳躲开了 第二拳又躲开了 殊不知笑霸的出拳速度 在皮特的眼中 就像是慢动作你们 躲避拳击之余 皮特还当场 为他下了一个90度的腰 遇到背后偷袭 皮特直接来了一个 721度原地空中旋转 看着依旧不可罢休的笑霸 皮特当即抓住他的胳膊 仅需一成功力 就将笑霸打飞80多米远 但他的超能力 却没有被身边人认可 惊慌失措的皮特 快步朝着家里跑去 因为他感受到了身体 已然不受控制的再次变异 皮特跑到了小胡同 看着手指上已然长满了道刺 他尝试着用双手攀爬墙壁 没想到果真就像蜘蛛一样 轻松爬上百米高墙 皮特爬上楼底 开始疯狂释放自己的超能力 那瞬间百米远的弹跳力 让他彻底放飞自我 就在这时 他想到了刚刚射出蛛丝的右手 皮特尝试着 把蜘蛛撕射到对面的塔吊上面 只见他纵身一跃 鸣冰封 鸣冰封 鸣冰尽 鸣冰封 鸣冰封 剪属